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wan 今天我們要快速開箱一台ASUS超級便宜的200塊筆電 這台是VIVO BOOK E203M 超級便宜的200塊筆電 OK,這就是我們的200塊筆電 在這裡還有保固卡、使用手冊 跟一張推銷你購買延長保固的垃圾 最後一個就是ASUS的MINI 33W變壓器 很輕 看來這個筆電是無法單手打開的 這就是傳說中的200塊美金筆電 OK,我們回來了 所以我用了這台電腦三個多小時後 我們來告訴大家 這一台筆電我發現的有缺點 第一個我發現的就是 這一台電腦使用一下下它就非常燙 那它完全沒有留任何的孔洞讓它散熱 它也完全沒有風扇 真的就是一台很神奇的電腦 下一個很酷的地方就是它的C疊是使用 Sandesk的1MMC 64GB的記憶體 它的速度介於SSD跟傳統硬碟之間 所以還不錯喔 接著這個螢幕 雖然它不是很亮 但是你在室內正常使用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頗OK的 除非你室內有一顆太陽 這個螢幕肯定就不是給你調顏色修圖用的 這個顏色 你自己看色差多少 這太誇張了吧 這個螢幕肯定只是拿來打打文字啊 瀏覽網頁而已 應該沒有人會拿這個螢幕來Photoshop吧 接著我覺得這個鍵盤超級好打 該有的鍵它都有 沒有把什麼Delete啊 放到奇怪的角落去 雖然這個Spacebar有一點晃晃的 但是整體是頗棒的 接著我們來講到這個觸控板 這樣子算大嗎 以一個11寸的筆電 這樣子算是超級大 那它的硬度我覺得 自己是非常滿意啊 雖然沒有跟Apple一樣 那種超級軟的觸感 但是個人是頗喜歡的 接著這個喇叭意外的大聲 超級大聲 以一個200塊的筆電 這樣子超級大聲 那音質的話就 嗯... 至少它最大聲不會破音 接著這台筆電的效能 就... 我是覺得它的速度 大概比手機還要再慢一些 但是它跑的是Windows耶 一開始這台筆電是安裝Windows S版本 就是安全模式的版本 那你是無法安裝任何在Windows Store之外的東西 就... Chrome都不行 那如果你想要使用正常的家用版本Windows的話 你只要輕鬆的 就這麼輕鬆 你就可以下載Chrome囉 為什麼要下載Chrome呢 因為原本Microsoft Edge瀏覽器 你看個YouTube 放到全螢幕 它就這樣子 然後變成全螢幕 超級慢 那下載到Chrome 整個順暢無比 你瀏覽網頁 整個就是快很多 差不多就是這樣吧 你一個200塊美金的筆電 你還想幹嘛 就打打字看個網頁而已 你如果想要Photoshop 你想要接影片 你一定是... 想不開 OK這就是我們今天200塊的 ASUS E203M的快速開箱 那當然喜歡這個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們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瘋狂開箱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OK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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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